在住酒店 五樓的餐廳 花一個人193元人民幣等吃盒 照往裡面先看一下 先娃娃魚 這個是娃娃魚 人工養殖的娃娃魚 看起來像是龍蝦丸子 主公這個 還有熟田蝦 哇!終於看到螃蟹了 大雜蟹 有大雜蟹了 還有鮮蠔 還有鮑魚 牛肉 鮮蠔 這個要蒜蒜 哇!看起來蠻辣的 哇! 這個小青龍 咦!有小青龍 每人每次獻領一份 這邊有小青龍還有桿 這邊呢 哇! 小點心 哇!這個辣不敢吃 這個也辣也不敢吃 所以一片 壽司 日料 哇!牙子 下一個 下一個 鮮蠔 鮮蠔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天瓶 天瓶 鮮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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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果 這個 要多吃 其他的還好 還有蠻果 酒 酒 可以啦 可以啦 也真有下顆 還有我的最愛 烙雞 烙雞 酒 今天是這邊可以喝酒 鮮蠔 看起來這似乎應該是在調手搖瓶 微醺 好啦 東西大概就這樣 好 這麼熱嗎 嗨!大家好我是阿周 今天從台灣的台南 早上六點半就出門 到現在呢 晚上定了六點在哪 在大陸的成都 四川的成都 住了 住在樓上22樓 那他五樓正好有 是海鮮的地方 所以說就在這邊直接吃 有牛肉有海鮮 但是比起廈門的海鮮 還有 長沙的海鮮 這邊的基本上 還可以啦 基本上如果以內陸 在這個地方是OK的 他這邊的特色就是 小龍蝦 不過小龍蝦不大 小青龍 一次只能半隻 等我吃給你看 那這邊呢 有 那個 大雜蟹 大雜蟹 這邊沒有榴槤 我剛才看了一下 是沒有榴槤 但是他這邊有個特色 有 我最喜歡的王老吉 剛剛我已經吃一輪了啦 因為 今天的飛機餐 各位應該知道 飛機餐 非常的不OK 今天是搭那個 還算OK的航空公司 但是 他的飛機餐 比起這邊的美食 當然是差很多 辛苦一點 多賺一點錢 就享受人生 人生短短幾十年 你不好好利用這個當下 來好好的享受人生 成都 我常常放一首歌 成都 來 那個 第一女主角 拿了這個 小青龍 他的小青龍 就是這樣 這麼大一隻 有沒有熟啊 看起來 這個什麼 甩子牛肉 這個在台灣叫 甩子牛肉的牛肉 我來吃一塊看看 品嘗一塊就好 脆脆的 這次來成都 過幾天會去重慶 是挑戰人生的極限 什麼極限 吃完之後隔天屁眼 受不了 這邊同樣有烤串 這個羊肉 你們看我表情就知道了 好辣 它那個鍋底呢 有麻辣鍋 也有那個菇 清燙菇 那個菇 菇 菇的話 菌菇類 它放了蟲草菇 還有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菇 反正就換了一些菇 感覺吃起來還OK 好的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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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那個 之前拍那個江西 平鄉 上立桃園村的海辣 好辣 這個不只辣 這個不只辣 還會麻 我等會這邊會不會變香腸 這個在台灣價格蠻貴的雪憨 2 4 6 8 9 9 飯9顆 長長久久 同時 去倒了一點 大陸國產的美酒 美酒的厚桌力很強 好喝 倒了一輪 也不知道吃什麼 又去抓了 幾個醃漬蝦 喔 可不可愛 後天要去看這個 做成這樣的 這是蛋糕嗎 這是蛋糕 這是蛋糕 這家裡豬腳說 這個不是什麼 可不可愛 真的很可愛 剛剛啊 在吃釣龍啊 發生一件事 在釣龍啊 吃很嫩 結果 蛇頭骨折 蛇頭骨折 有沒聽過蛇頭骨折的 醃漬蝦 這個吃這個蝦的特色喔 這個蝦的特色 就是蝦頭那邊那個 蝦膏特別的多 而且非常的濃郁 可能喝了一點酒啊 可能喝了一點酒啊 這邊還有活的九孔喔 小鮑魚 有撈了幾隻來 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啊 九孔 小鮑魚 這邊呢 他們剛剛忘了介紹 他們這邊 也有那個 國內叫三文魚 在台灣這個叫 鮭魚 還有這個 在國內這邊呢 叫做金香魚 在台灣呢叫做 旗魚的東西 看到別人的戰鬥力都那麼好 我們的戰鬥力齁 真的是 我是覺得吃 吃飽就好了啦 吃巧 吃飽 吃開心 我很好奇 為什麼 他們的那個 價格可以壓到那麼低啊 這我非常好奇 我有帶台灣的醬油 忘了拿下來 他們這邊的醬油 有點鹹 這邊叫老抽 老抽還有生抽兩種 我也搞不清楚 什麼是老抽 什麼生抽 反正都叫醬油吧 有誰知道的 評論區留言 還好是三塊而已 還好是三塊而已 脆冰之肉比較好吃 又去搞了一大杯 起司 乾杯 乾杯 你以為是美酒喔 不是啦 是黃老吉 是黃老吉 剛剛放下去煮的 現在要煮這些 還在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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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煙 你們覺得我在想什麼 會想說 先吃什麼 雪含好了 你多吃一點 這個好吃 還是小顆的比較好吃 這個還是太鹹 我看到別人在拿東西喔 我們的戰鬥力真的不好 今天吃九孔比較 吃這小鮑魚 今天比較保守 我記得我上次在上海吃的時候 把它串成一串絲 珍惜 這個還沒有吃 才可以吃喔 最佳你主角說 我們這次行程只有這餐自助餐 後面沒有了 明天可能還有一餐 這邊嗎 這邊喔 不要啦 不要同這家 不是這家啦 換別家路 純西路 純西路那邊喔 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的 發覺一件事耶 撈個老半天 裡面 我們放在 鍋底的東西都吃完了 以不浪費為原則 坐著聊聊天好了 其實 成都 很久以前就想來 跟這家女豬腳去過那麼多地方 去過西安 去過鄭州 去過東北 長白山 背雪K 那還有去哪 上海 青島 山東啊 青島 青島山東啊 剛才也說過啊 北京 河南 河南 河南鄭州剛才講過啦 洛陽也去了 那 長沙 廈門 佛山 佛山 對廣州佛山也去了 珠海 澳門 香港 也差不多啦 他自己也跑到浙江 我也自己也跑到浙江 武漢 武漢 我去了 他沒去 石家莊 石家莊 我去了 他沒去 他都記住 好啦 這影片 就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這幾天我在 在 大陸內地這邊 花生的大小 我都把他記錄下來 我們下次影片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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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